销售部门嘛 队伍流进流出也很正常的嘛 所以我们一直有在招聘 平常用的boss嘛 然后呢后来听说58效果比较好 那么后来找了这个联络人 然后呢他就带了两个人过来 于显正说 在跟58平台的工作人员对接后 缴纳了6116元 购买了平台招聘板块的会员服 包了个年6100多的 然后最终效果呢 就是经营了两三个月 一个面试节都没有 别的平台上面 应聘的人来面试的人多不多 还可以的 就基础上就是每个月 包个会员400多 还是有面试人的 也有沟通的人的 但在这上面是完全一点 波澜水花几乎都没有的 别的平台放的信息 和现在58放的信息是一样的 对比就是他58根本没有流量 没有效果 于先生说 他第一时间联系了58平台方面 但一直没得到回应 当着记者的面 于先生联系了最初的对接人 一位主管 这位主管没有接电话 几分钟之后回了门子 说刚才在开车 再次拨打过去 依旧没有接听 记得拨打了58同城客户服务热线 欢迎致电58同城客户服务热线 平台的话你们打过没有 没有人工的 没有人工的 对 就是这个一直一直有这个状态 是吗 对 打了北京当地的那种消费者协会 七天之后 然后他让我去打无锡的12315 说我们这个纠纷呢 是不是属于无锡的一个开发部门 搜了一下 发现他不在无锡 然后就让我去打青岛那边的12315 现在就是踢皮球 让我们就各种地方打电话 第一次投诉的时候 他们58他姓毛的这位人 他主动来联系我了 联系我 但凡说到退费了 他就不理我了 就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那个第二次第三次投诉 58那边就完全不管了 于先生介绍 9月中下旬向58同城投诉后 一位毛女士来跟他们对接 按照他来教给我们的方式 去进行再次进行招聘 然后试用他的方法 但是他给我们说的每一个方法 都在引导我们去消费 所有的简历团体就只有33个人 然后对我感兴趣就只有30人 由应聘者来浏览嘛 但是基本上就不会跟我们打招呼 他后面也引导我 去给应聘者打电话 获取到应聘者的联系方式 也是需要花钱的 一个的话大概8块钱左右 然后我当时是打了20多个 然后基本上一个有效的都没有 如果说有人点进去浏览 我们的岗位详情的话也是要花我们的钱的 说话间58同城的这位毛女士回了电话 他表示如果余先生觉得招聘没有效果 全额退款是不可能的 首先10%的手续PACE要扣的 就合同金融的10% 然后呢 然后我还不太确定能不能退 还有就是会员服务周期内 你所使用掉的资源 要全部去进行扣掉的呀 我们用的资源是在你们的引导之下去用掉的呀 用的资源之后有人来应聘吗 没有啊 听得到吗 没有啊 喂你好 是这样子的 喂你好 你好毛女士是吗 我是那个浙江电视台1818黄金眼栏目组的 我是栏目组的记者 我先等 喂 喂 记者给对方发去了自己的手机号 没有得到回应 把情况反映给58同城公关部门 相关工作人员回复 针对这个事情 在沟通相关同事进行处理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你不懂得周上我们今天 还有工作人员中 还是 针对 诶 这